花蓮市原住民部落讲故事短片争选竞赛 鼓励各个乡镇市来办理 而花蓮市有10个部落交出11件作品 透过市工所邀请到学界主持的评审团 来为作品来评分 结果市友格路易部落的萨拉德 涌夺了市长奖第一名 市长吴家杰表示说 这项活动很有意义 透过记录可以让年轻一代了解到 祖先早年的奋斗历史 也可以从内心感受到部落的灵魂 原住民族部落讲故事短片争选竞赛 是鼓励部落自主拍摄 以述说部落传统名称由来为主题 由各乡镇市公所来自行受理征件 而花蓮市10个部落参加 交出了11件作品 市长吴家杰表示 将部落的变迁文化典故还有意义 透过拍摄记录呈现 是相当有意义的事情 可以让年轻的族人感受到 祖先过去奋斗的历史 也谢谢我们相关县府 有拨这样的经费 让我们来办部落说故事的一个比赛 其实最主要也是希望 每一个族群里面 能够让孩子或是长辈 把自己的部落的故事里面 讲出来记录起来 那可以让更多的孩子了解到 我部落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 我想时间流逝的非常快 部落族人们也会老得非常快 所以年轻一代如果没有承接上来 这个部落可能很快就是消失掉了 所以藉由这样记录的部分 可以把这个当做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录 记录的一个记录片 那也希望说我们所有的族人们 孩子们都能够想起自己主仙们 过去奋斗的一个历史 那为族人们留下更多能够记忆的东西 那也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想起部落的灵魂 想起部落的故事唱起部落的歌声 评选委员洪清一也表示 这次参加评选作品都很不错 就像市长所提到的 唱出自己的歌 这是年轻一代需要审慎思考部落未来的方向 也要从内心可以找到部落的灵魂 如果找到自己的生命 找出自己的一种灵魂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的认同 就已经增值在我们的心中来 所以现在的国民 尤其是40岁以下的国民 原住民 就是没有办法找出这种生死里面 应该找出这种生命的感动力 那还好我们就是县政府也好 还好我们的施工所 透过这种所谓的5分钟的影片 来将这个故事 将这个影片里面 我们自己的生活故事迁移 甚至说更感动的一种所谓的故事 透过3分钟到5分钟里面 然后用所谓的各种不同的一种技巧 来让我们的 比如说任何人去了解 算是蛮大的一个创新跟创俱来 评审团第一阶段在11件作品当中 选出8件是部落奖 第二阶段是从部落奖里头 选出市长奖前三名 最后是由葛努伊部落 泰鲁阁足 还有萨沪尔部落脱影而出 分别获得3万元 2万元及1万元的奖励 这里会换是报道 9万元的奖务 第三阶段是在11万元的提案 然后上到5万元的奖务